我在台湾在日本餐廳 用台湾的食材使用日本餐廳 臺灣人和世界人的餐廳 就是我自己的目標 這就變成了一種形式 現在是四年 所以結果出現了一種形式 我們小雲榮音的一個算是堅持也好 其實也是一個當初在台灣開店的目標 最主要是我們希望用台灣的食材 做出屬於台灣的日本料理 那其實日本料理它就是 用當地的食材來表現當地的一個風土 所以也是希望說 藉由我們小雲榮音的日本料理 可以讓不僅是台灣的人 還有世界的人 都可以就是去感受到台灣的這些自然風景 所以我現在受到這個結果 我感到非常高興得到這樣的結果 那之後會不會覺得 就是占星之後滿有壓力的 那之後會不會覺得 占星之後滿有壓力的 所以也是推進它前進的一個動力 之後會再繼續努力 好的